这件事挺有趣,在石黄昏中环 石黄昏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是好朋友 但就吃素宴 其实这个素宴是怎样做一次,因为是继续下去的 应该是一个特别设计 因为他应该在Green Common那边,一个制作活动 看到那位很年轻的美女 她的背景也很有趣 因为她自己也吃素,吃海鲜 那位女厨是家里有一间酱油厂 但她在外国读书读折项 后来发现中菜她很喜欢 她也在厨房里做过,学做炒王 我想是颠覆了很多中国厨房是男性天下的一件事 然后她本身也是吃素 然后他们在石黄昏弄了一个特别的素宴 做了几天的设计 一天有两场 好像6点一场 8点有一场 那当时做了多久呢? 做了三天还是四天 所以早上就卖了票 我们也是一早 因为有朋友做Green Common 他知道他要搞,我们本身也想撑蛇黄昏 又觉得这个素宴挺有趣 我们就自己立即买票进去吃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素的蛇羹 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其实丧位食 但我们本身又不是想要问道督和做访问 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问他用什么材料 我们当然知道有些肉丝 新餐肉都是Green Common那边的 但他整件事,譬如你的汤底是怎样怎样 我们就没有去抓着问人家 但anyway,我觉得吃下去的味道是不错的 是很迟,也很迟 不会令你觉得,哎呀,什么来的 不会的 因为你本来吃蛇羹也有一些冬菇丝 有些菇丝 他现在又有,他又有肉丝在那里 还有你可知那些,譬如新猪肉丝 其实都是一些植物,一些菇丝 或者类别的东西做出来 那味道配蛇羹,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种汤底,他用素材汤也好 那些菇汤 因为通常素材汤都一定有菇类 因为有鲜味在那里 我觉得他也挺配的 挺有趣的 下一道菜是什么来的 这个其实是麻婆豆腐 哦,这个是豆腐来的 最初你看起来,似不像两条牛尼酥 因为它是鬼马麻婆豆腐 其实它旁边的那几条是老油条 哦,那真的像 是的,即是用油条炸了就变成老油条 因为其实新猪肉一出的时候 我自己也特意拿来做麻婆豆腐 我觉得挺配合的 你有没有吃过 你做过我吃过 是的,你吃过 我觉得挺好的 有趣的 是的,我觉得挺配合的 因为有些人就嫌那种 觉得肉有一些菇味或菜味 做一些麻辣的东西 其实是挺配合的 你可以蓋过那些味道 其实我不需要蓋过,我不是不喜欢的 但我觉得这样可以配合到 又有一些口感 都可以试一下这东西 当然我们自己在家做 你不会那么好心意去炸一条油条 是的,到时候到后买 他们是因为翻炸过,再脆一点 然后用麻辣豆腐进去 麻辣豆腐进去,油条一起吃 是真的很好 做的很好 因为后来我们听石环芬那边说 他们某些菜式会保留 但是保留哪些就要再确认他们那边 他好像麻辣豆腐 不知好像也想保留 那我可以慢慢研究 看哪些是大家比较喜欢一点 反正吃素同台吃饭各自修行 要吃素都是一个 大家都赞成的事情 我觉得还有一个选择给人都挺好的 也是的 因为到时候 大家都不用分开吃 然后下一个送菜 是一个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一个小炒王 那这些容易处理了 新育丝炒,而且这个也挺有王气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女厨很厉害的 你看她这么年轻,炒锅很有功价 用一些新育丝 这个更简单 小炒王,比如一些韭菜 一些 这些容易讨好一点 还有腰果 其实只是变换了一些肉 吃下去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分别 不是太过的,其实都可以的 最后一个是一个什么新猪肉 这个是一个豆腐 它叫什么芝士 等我再看一次 中式芝士釀豆泡 其实中式芝士就是腐乳的味道 南乳加腐乳的味道 豆泡里面就釀了新猪肉 我觉得都挺吸味,挺好 这个看上去 还有沙窩上去,能保持热 酱汁的东西都很好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挑战一点 新餐肉有些人都很多意见 这个是新餐肉桂花炒翅 其实我觉得新餐肉炒翅真的比较厉害 其实新餐肉 我觉得炸过它是比较好吃的 如果煎少许放汤就不够好吃 它也要炸香一点就更加似的 我觉得这个也挺够的 蛋碎、素翅各种东西 又香口一点 也是比较想得不错 是不是比老麦的味道好 老麦也有出新生育东西 因为酒油功夫那样好一点 我觉得至终最好 所以我觉得是够的 下一个应该更加讨好 因为它用新玉丝炒 这个应该是莲膏 对,炒莲膏 其实都是为了吃莲膏 弄到一些肉丝味 其实主角不是肉丝就容易搅拌 下一个照片 其实你平时都用些蔬菜炒的 也是那些蔬菜的味道 还有它的莲膏也很简单 因为阿里厨原来说是上海人 所以它对自己吃上海菜、食材 有些食材又要求自己找回来 所以它可以掌握到 对,你看到它炒得很香口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吃的 很土耗的一个菜 明白 所以它有餐肉又有肉丝一起炒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所以也挺有趣 看看它将来会不会再搞这方面的东西 或者它保留几个菜的时候 又可以去吃也不错 好,接着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餐厅 就是什么呢 巴塔 巴塔 应该是新开的 其实我估计它也有一阵子 它应该好像今年年头 还是什么时候 我看别人看 总之它转了厨师 是以前Belong的一个厨 然后本身这间餐厅是超 我想这间新开了一年多 最多都是两年 但是厨厨是新的 厨厨是新的 而且这间因为之前已经很难设计 很红的一间餐厅 是呀 因为它又是在酒窖里面 就是一间买酒的酒店 然后它这里最划算是可以用零售价开酒 所以写酒的人也很喜欢 因为你想喝好酒的时候 只要在那里买就可以了 很划算的 然后朋友都很幸运 预计了两次 我吃了两次 这次是最近期的第二次 如果你回头吃 应该是挺好吃的 好吃 好吃 你跟以前的Belong吗 Belong我不算吃了很多次 但我觉得它也有个西式鸡饭 它好吃的Belong 就算以前来说也是 是的 我也觉得是 我都喜欢它 其实菜单不是太复杂 它也像一些Belong 其实简单 这就是全菜单 然后你就可以 但是它也很简手的菜 比如有几个前菜 然后有些冰 然后喝酒聊天就很好 真的很好 因为这个第二次 我们第一次就是吃鸡 第二次当然不吃鸡 就试其他东西 第二次的时候 它的主要有些东西已经转了 其中有个主要是 一个安康鱼的酥皮批 那个我就真的没有想过 因为安康鱼 因为一般我们通常都是吃干的 譬如日本海 都是为了干的 因为它的鱼肉是不好吃的 这个真的做得很好 不好吃的东西都做得好 是的 它很滑 我也是只顾着吃 其实主要来讲解一次 当然完全忘记他说什么了 但是它的鱼肉的乱滑 我就觉得原来安康鱼都可以这么好吃 有点想不到 你把这么差的东西都可以搞得这么漂亮 是的 其实它的鵝肝酱 其他东西都做得很滑很好吃 所以我认为买到的话真的要吃一下这间 尤其是特别喜欢喝酒的朋友更加不好坐过 是的 那下一碟 我们先看看下一碟是什么 看看那些菜 那一碟露笋刚刚是季度 所以它又打算弄了一个给我们 旁边也有个好像是black truffle的酱 这次你应该也吃很多露笋 这次我还没吃过 我真的比较背 不过不要紧了 接下来是什么呢 它的薯条也是很好吃的 它的样子很漂亮 不错的 作为一个薯条的感觉很神圣 我拍不到 其实它跟了那个是Alan Miller 那个果汁也很出名 我说Alan Miller 是的 它的茄汁是用它那个 它的茄汁很好吃的 原来 Really 是的 因为跟了那个 这个人经常出果汁 很多有些漂亮的酒店都用它们 原来它的茄汁这么好吃的 所以猜不到薯条也要吃一下 这样很难得 有时候你喝红酒吃一下这些香口的东西都很搭 还有有时候你知道有些东西很贵很昂贵很好吃 但你也很想有些东西很简单做得很好吃 薯条吃都被人忽略 近年就好些了 受别人重视了 是的 所以值得试的 那下一个东西是什么来的 再下一个 这个是鸭肉 那些鸭肉酱再做鸟 好像挺好吃的 是的 这个是咖啡肉酱也很好吃的 也很好吃 现在很有心机 这些东西 是的 因为这个都是 因为菜单不大 其实我们上一次又吃过 我们今次也有再叫 是的 接着下一个就是鸭肝的东西 鸭肝还是鸭肝 鸭肝好像 鸭肝来的 都做得很漂亮 是的 以前都会想起鸭肉酱的东西 是的 做得很英俊很精致 最后一个像披萨的东西 它是类似的 其实它是一个鸭肝 有芝士和番茄 很甜 那不全新鲜的东西 是的 其实它的酥皮类的东西 也做得很好的 譬如这个鸭肝是一个质感 然后可能再之后 有一个鸭肝 鸭肝那个 它也像比利利聆 包着的 那也是另一种质感的 剛才我們介紹的一間餐廳叫北塔 它有個鬚痞的東西是高峰 是主菜中的高峰 下一個菜 剛才你所說的安行語 我最初這樣看得以為是Beefer Wellington 我想都是那種做法的東西 現在又流行那些鬚痞的東西 大家弄得雞丸不靈 一個人都要做 下一張照片是怎樣的 裡面的餡料切開了 安行語另外再包了什麼 忘記了 應該是菇類的東西 其實酥皮很重要 我覺得它的牛油比較多 但我有時拍攝酥皮會黏 它又沒有很鬆散 但你又不會吃到一陣油 我明白理事 怕裡面的餡料滲出油 因為它太濕了 有時會弄到它會黏 但它沒有 因為魚外面包著那一陣油也挺重要 它包得很好 不會令酥皮滲濕了 還有魚的熟度是剛剛好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麼滑 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們中國人對吃魚很有要求 我們吃的魚真的很滑 剛剛熟 其實西式的魚有芝士 有些魚太熟 我就會很怕安康魚 因為一熟一點它就會很粗 它這個真的做得很好 我想想一下是一件事 我想說 以前有一輪很喜歡 以前說了十年了 很喜歡去W酒店吃蒲菲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蒲菲有兩樣是二分 一個是很大塊的燒牛肉 做得挺好的 而且切中間的位置一定好吃 另外一件事 它有一個超長的酥皮三文魚卷 就是這種酥皮 都是傳統法國的法菜 但是做得好吃 酥皮又好吃 裡面的三文魚又剛剛好 很嫩 三文魚也是熟一點 又是很難吃的東西 而且三文魚是熟一點的 因為聲音就太熟了 而且它每次都做得正好 所以那陣子有些著迷 可以很多東西都不吃 就是吃那些東西 又不主要是 因為它不是一樣東西都好吃 但是有些重點可以吃 而你覺得是可以值回票價 因為食銀菲吃那個酥皮 應該要攪輪 那些都是一些貴價麻煩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 就很想吃蒲菲 但現在蒲菲聽說沒那麼好 那沒辦法 算了 再下一個 都是它們應該出名的東西 應該都是主菜 是 它最近轉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鵪鶉 所以用一些肉碎醬 再加到鵪鶉上面 這個都好吃 但我覺得 因為安康魚給我的衝擊大大 我覺得 因為它兩個都是主菜 我們那裡真的吃得太多 我就會選擇吃那個安康魚 都明白 因為沒有想過安康魚 那個味道可以令到你 對 覺得它這麼出色 當然這些菜 其實送酒也很好 那巴胎現在要等多久呢 如果訂桌 它好像因為每個月的1號 最討厭這些 最討厭這些 之後第二個月的 但一聲就敷 最討厭這些 這些是日本做的 一些預訂的方法 對 所以它一定是敷 我們5月那次好像開7月的訂位 一聲就敷了 爭到死 很難的 就是大家 努力 好像買那些Staycation Package 經常都要這樣 是啊 很難的 那就努力一點 接著我們下一個 就是介紹的地方 我之前也有朋友介紹過 近來我去了吃 但我自己忘記介紹 就是這個 紫地文華東方酒店 近來在三樓裡有一個pop up的麵包店 很多人都去試 沒錯 尤其是很多人都會去店鋪關門之前試 因為有特價 這個我不知道 其實我去了三次 我去了三次 但我不是在最後去的 我也不是 因為想買想吃的東西 那就沒辦法 去去去 我們看看第四個檔案 就是店鋪 我先想想一下名字 有些長的 LMO LMO 靚媽 Mandarino Rental Freshly Baked Freshly Baked By Richard Ekebus Richard Ekebus 是米之年兩星廚師 沒錯 就是酒店行政總廚 這個麵包店 都是他負責去supervise 沒錯 但樂手樂做的就是他的同事 其實這間店 雖然面積少少 就是在這個 置地廣場的三樓 但那些食物又蠻好吃 是啊 我發覺他也多出了不同項目 而且有些朋友 如果最近覺得 不能去巴黎亞 很懷念一些巴黎亞口味的Bakery 這裏是找到一些滿足感的 沒錯 我們看一下照片 就是Canel Lay 做得挺好吃的 沒錯 都可以的 而且如果Bakery的話 我覺得它是麵包類的東西少 甜品類多些 高點類多些 甜品類多些 它有一個招牌的 叫做Mandolin 就是馬德烈蛋糕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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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細版 它有幾個口味 兩個應該是 一個Bakery 一個正常普通的 檸檬就是意大利檸檬的 我覺得檸檬挺好吃的 Bakery有些人看你怎樣 因為Bakery就不會加牛奶 不會加牛油 質地不一樣 對 那個是給Vegan食的人吃的 素食的人吃的 對 我覺得都可以 中上的 沒錯 我覺得都可以的 再下一個 就是 巧克力曲奇餅 還有那個Francilla 在你左邊 原來它的曲奇餅 聽說會轉不同口味 那天我吃了一個 應該是海鹽巧克力 和一個是皮士多士 它的質地 其實中間軟軟的 底是脆脆的 那種曲奇 所以我覺得都OK 挺好吃 樣子也OK 是啊 Francilla我挺喜歡的 因為我其實是聽朋友 第一次去買 就是朋友說 如果你去買 記得買Francilla 它的質地有點不同 因為我有朋友說 全香港最好吃 但我自己不太覺得 那天我第一次吃 那天買完 晚上就回去吃了 那它的確是 聽過朋友說 它的面子那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你以為它多層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脆一點 是脆一點的 硬一點的 是不一樣的 那天我第一次吃的 是很好 可能質素有 然後他們剛好又不知道 又問Chef Richard Francilla 問他有沒有加其他 還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那Richard說 沒有 應該是焗的 製作方法 它有個模 它沒有令它夠脆 對 總之不是膠 我覺得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因為他們不用直膠模 他們一定用金屬 金屬那些 可能是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原來又挺有趣的 好吃的 因為Madelline有很多 外面有些都不錯 這個也挺特別的 好吃的 接著下一個 我兩個都喜歡吃的 一個就是左邊的心太原 其實現在在法國也是 心太原不用在餐廳裡吃 雖然都有 你去餅店買 它都有些流心的朱古力蛋糕給你了 用湯匙直接搓進去吃 都是很滋味 這個如果隔夜是有分別的 因為隔夜它就滲油 但如果這樣吃 我也覺得真的挺好吃 對 我那天有一次買了 就是晚上吃完飯吃的 我覺得它也挺豐富的 巧克力味 中間真的軟心挺好 這件事挺有滿足感的 是的 那旁邊就是巴黎Flan Flan 其實就是一種Custard 即是吉士批 那我去巴黎Flan 都會差不多隔夜吃一個 有時候要吃一個 因為這些東西又夠飽肚 又有奶味 又有雞蛋味 很香的 很香 這個也是中上水準 是的 我都吃了 我覺得可以吃 因為我也是喜歡吃Custard食物 我也是 所以我覺得挺好吃 因為它有一點 它比布甸實一點 是的 但又OK 又飽肚 而且它的酥皮也處理得挺好 有薄薄的酥皮 是的 做得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挺好吃 這個Flan 我記得香港應該沒有什麼地方做 很少 我見過澳門永利酒店的早餐做 因為那個 舊永利 因為那個餅店 那個高點廚師是法國人 是 突然間做 但早餐沒有太多東西吃 吃不下 香港就沒有什麼機會吃 所以如果大家想有興趣 試Flan也可以在這裡試 是的 我沒有試過它的凍朱古力 我其實心疑想喝這東西很久 因為它好像是做凍 因為我見到它 其實它也不知賣60元還是70元一杯 好像60元 我第一次見到它 不是錢的問題 而我不喝 它是大杯 它的瓶有多高 整支瓶裝飲品這麼高 我想我怎樣喝 現在又戴著口罩 是很不方便 我怎樣喝呢 這麼大杯 我什麼時候才會喝呢 如果有朋友一起去 拿到一杯去分享 就更好 可不可以大便 還是喝一杯 真的很大杯 但其實它又會喝一杯 我可不可以發現 真的嗎 因為它不是發色的熱朱古力 已經在朱古力奶裡下了很多奶油 令它非常豐富 它的底部有點像普通的朱古力牛奶 但是它上面加了一些奶油 加了一些棉花糖 加了一些曲奇餅碎 我那天去喝的時候 還碰到Richard 碰到處理 看檔 還要他經過檢查 他說 我們想做到這杯 他說像一個甜品 所以在麵裡才加奶油 他說這杯是一杯可以喝的甜品 所以我覺得那個平衡很好 如果整杯朱古力本身喝的朱古力已經很濃很濃 其實你喝了幾口已經忍不住了 有機會太滑了 它的底部會比較稀釋 但你可以自己因應喜歡 攪拌一些奶油 就可以吃上面的脆脆的東西 棉花糖 這樣真的很好吃 還有鹹茶 我記得很多年前 Ember有個Sunday Brunch 他有熱朱古力喝 但當時Richard已經很健康 他的熱朱古力是用Fiji Water來開的 沒有奶 超好喝 但輕身 我很懷念那種味 這次不是 但聽上來也挺吸引 可以試一下 還有飲館也挺漂亮 很漂亮的 他們全部用回他們的 做新的品牌 又用回他們的東西 所以很漂亮的 再下一張照片就是廚師 他近來也是秉承他那邊健康飲食 但是要做這麼多高點的東西 毒害我們 我經常經過 他有新味不同的東西 令你想買其他品牌 對 這個也是壞蛋 多謝他 有請 對 很難 有請 剛剛